我姓吳的 也跟大家介紹我自己 我姓吳的 很感謝蔡牧師給我 有機會今天跟大家分享信息 也是神的話語 未分享今天信息的題目之前 我就想跟大家說說一個故事 我小時候 新年的時候 我坐在這裡看電視 我婆婆也坐在我旁邊 我們在這裡看電視的時候 新年 努力新年講 突然間我看電視說了一句說話 我婆婆就很不喜歡 她就告訴我 你如果說了一句說話 我看電視突然說了一個字 我說死了 我婆婆就看著我 她說你說什麼? 新年流流說死了 然後我說 我婆婆 我時候很小 我婆婆就說 你這樣說就沒有福氣了 快點進廁所噴口水再說我 我就說心裡面當然想 入廁所噴口水再說那 我婆婆說 我婆婆跟我說 你不想一年都沒有福氣 然後我就不理他,小孩子 但是想著想著,越錯越害怕 害怕的下,我就自己 就靜靜地走進廁所對著 我們香港人叫做大小孩 對著廁所,吐了口水 然後說 說過說過,不算不算 剛剛說的不算 中國人就很講福的 新年如果你貼過福的字,怎麼貼? 倒轉來貼的,為什麼? 福度 人人都希望有福,誰想自己沒有福的 舉手 誰想自己有福的,舉手 舉雙手,有人這樣說 不如舉腳吧 吐口水事件,我學會一件事 原來中國人人都希望有福 誰都不想自己有福 是不是? 我想問問你們 怎樣的人才叫做有福的人?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福? 是不是有大屋住就叫做有福? 是不是有很多錢起銀行戶口 叫做有福? 是不是兒女孝順 叫做有福? 中國人說有屋有田有地 有車 買了最靚的車 是不是這樣叫做有福? 是不是有一個又靚又入廚房又出廳樓的太太 叫做有福? 是不是有一個很疼你的丈夫 有錢的丈夫就叫做有福?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做有福? 人生你有沒有想過自己什麼叫做有福的人? 所以我想跟大家今天思想一個題目 就是做過有福的人 就在詩篇裡面 但在看這個詩篇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說 人生是充滿了選擇的 做一個有福的人 是可以選擇做一個有福的人 只要我們人生一早起床就開始要選擇了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有沒有想過? 有想過嗎? 選擇是我們人生一開始天天都要面對 有些選擇是短暫的影響 有一種選擇短暫的影響 意思就是說 你做的事情對你的影響不是很大 一個短暫的例如什麼? 早上我起床吃什麼早餐 你要想了 是不是? 今天吃什麼早餐 對你的影響不是太大 今天穿什麼衣服 襯什麼鞋子 這個選擇也不會影響太大 如果襯得不漂亮 最多被人笑一天而已 是不是? 我知道有些人很緊張這件事 但是有些選擇 對你有長遠的影響 例如什麼選擇對你有長遠的影響? 喏 結婚 我選一個什麼太太? 我選一個什麼先生跟他一起結婚 對我有長遠的影響 是不是? 因為我對著他一輩子 有什麼? 退休計劃 你怎麼選擇什麼退休計劃 是影響到你什麼? 一個長遠的計劃 是不是? 一個長遠的計劃 就算買房子也是 你住過一間房子 就說你住很多年 這是長遠的計劃 這個選擇是影響你一個長遠的影響 是不是?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說 還有一種選擇 那種選擇影響你什麼? 不是短暫的 不是長遠的 而這個選擇是影響你的永恆 人生不是在地上這麼簡單 你的選擇不是想著要人生在地上 你的選擇 其實有一個選擇是影響你的永恆 中國人說人死就等於登滅 但是我相信人死不是登滅 人死還有一個永恆的選擇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說 這個永恆的選擇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什麼? 做過有福的人 How to be a blessed man?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起看第一段經文 聖經裡面怎麼說 做過有福的人是如何? 詩兵第一天第一節 如果你們懂得看中文字 和我一起讀好嗎?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暫罪人的道路 不錯涉萬人的座位 我們就停在這裡 聖經一開始 詩編第一節說到什麼? 說到就是說 做一個有福的人 一開始不是說要你做什麼 是說叫你不要做什麼 我會形容這個叫做三筆 三筆做 第一個聖經裡面說到 詩編說不做的是什麼? 不從什麼? 惡人的計謀 什麼叫不從惡人的計謀? 英文的不從用的字叫做Walk 就是說跟從跟隨 他就說到惡人的計謀 一個有福的人不從惡人的計謀 就是不跟一些惡人的計謀 是說什麼? 他在這裡說第一件事就是思想 什麼叫惡人? 惡人在聖經裡面說惡人的意思就是說 一些完全跟神的教導 聖經裡面的教導 道德、觀念 所有的東西都是不跟隨的 就是我自己想 我覺得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在說思想 就是說第一件事做一個有福的人是什麼? 不要跟隨一些人的思想 就是他們不跟隨神的教導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現今這個世代 道德、觀念的東西已經開始越來越什麼? 越來越好? 還是你覺得開始走下坡? 以前我學校教的 對的東西 現在就說什麼? 不對 以前我所學的東西說不對的東西 現在就說什麼? 就對了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教的 那個道德、觀念、個人的思想 其實是完全改變了 沒有定義的 會改變的 可能今天跟你說對的東西 明天可以告訴你不對 明天你告訴你不對的東西 可能告訴你什麼? 就對了 很混亂 你覺得是不是? 認不認同? 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相信誰 聽得多聽聽聽就怎麼辦? 就當是對的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有時候有些東西 你不斷地聽 他在聖經裡說什麼? 不從惡人的計謀 就是不斷地聽 不斷地去認同 或者慢慢你就會 什麼? 會認同了 你慢慢就會認同那個思想 認同那個道德、觀念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什麼? 不從惡人的計謀 意思就是什麼? 沒有跟隨 沒有去思想 一些惡人想的東西 就是一些不符合聖經 不符合神的教導的事 而我們跟著這個世界一路走 走這個世界的思想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觀念 我們的道德方面 已經跟著這個世界越來越相似 正經裡面說 做一個有福的人 我們不要跟隨這件事 第二件事 第二個不不做的就是什麼? 不暫罪人的道路 這裡說到就是 初初就說不從 現在就說不暫 暫的意思 英文就是要用stand 但是原文裡面有個意思 其實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 是習慣性 意思就是說 你開始去做了 不只是去想 不是去認同 當你聽得多 認同的 你就慢慢 你就開始習慣去有這個行為出現了 第二件事 聖經裡面說有福的人 不要做的是什麼? 不要站罪人的道路 就是不要什麼? 跟隨 跟著罪人 一起走去那些路 一起做去做的事 什麼叫做罪人? 聖經裡面說 聖經裡面說罪人的意思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一些不相信神 跟神沒有關係的 遠離神的 背棄神的 那些就是罪人了 聖經裡面說的罪人就是再說一次 不相信神 跟神沒有關係 背棄神的人就是罪人 他們什麼? 自己信自己 有時候我問一些人 你信什麼? 我信自己 有沒有聽過人這麼說? 有沒有聽過人說 你信什麼教? 我信睡覺的 有沒有聽過? 我也信這件事 我也喜歡睡覺 是不是? 這個世界很多人不相信神 覺得我不需要神起我生命當中 而聖經裡面形容這群人叫什麼? 罪人 就是說 我自己靠自己 他們的思想 他們的行為上就是經常這麼說 人人都是這麼做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聽過人這麼說? 人人都是這麼做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罪人的道路 第二件事不要做 有福的人 有福的人不要做的事就是什麼? 不要跟隨 跟著罪人一起走去那個道路 走他的行為 去做他的事 離開神 背棄神 生命裡面是什麼? 一個沒有神的生命 自己就是神 那就是罪人的道路 聖經裡面說 有福的人不要做這件事 第三件事不要做的是什麼? 不錯什麼? 洩萬人的座位 第一件說到什麼? 思想上 不從 不要想 不要聽 不要想這麼多 第二就是什麼? 不要跟隨罪人一起走的行為 不要習慣了開始做的事情 第三件事是什麼? 不錯洩萬人的座位 意思就是說 這裡說的是什麼? 坐就是 英文就是坐 就是坐在那裡 開始你就想想 跟著一起做 之後你現在說的是什麼? 入屋 入屋坐 進來吧 然後坐下 意思就是什麼? 安穩在裡面 坐下就很舒服 說到什麼? 說到就是什麼? 開始定居下來 坐下 定居在那裡 意思就是什麼? 你慢慢就成為什麼? 同一黨人 黨是什麼人? 第一個就是思想上 不聽神 跟神的道德觀念有不同 第二個班人就是 開始去做一些行為 離開神 沒有神的生命 第三個說到什麼? 洩萬人 洩萬人的意思就是什麼? 不僅是做一些 沒有神的生命的事情 而是什麼? 去皺麻 去嘻笑 去挑戰神的事 他說洩萬人就是這樣 當你慢慢一步進入的時候 你會跟著一起笑神 哇!你回教會嗎? 哇!你這樣嗎? 你信耶穌嗎? 啊!原來是這樣的 開始就是什麼? 他不尊重了 開始嘻笑 這就是說到洩萬人了 他說你慢慢習慣了 就跟著那些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是全同神敵對的 有福的人 聖經裡面 詩篇一開始說 三樣不好做的事情 第一 你思想上 不要跟著那些惡人這樣想 第二就是 不要跟著那些罪人 活在一個無神的生命裡面 第三就是什麼? 第三就是不要 很舒服地 已經跟那些同一黨人 而起到揿笑 跟神敵對的人 聖經裡面這麼說 三筆 你就會說 其實我也是一個好人 我也想一個好人 我相信神也會祝福我 我做一個好人 我們看看聖經裡面有沒有說 做一個好人 就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我們看看第二節 詩篇第二節 大家跟我一起讀 好嗎?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什麼? 就夜思想 這人變為有福 這裡有沒有說過? 做好人 就這人變為有福 有沒有這麼說? 沒有 他說什麼?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什麼叫喜愛? 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喜愛? 喜愛不是單止是開心 正經裡面不是說開心 當你喜愛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你會想擁有它 你會想去保護它 守護它 如果你覺得那件事你很喜歡 你很喜愛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件事很重要 在這個生命當中 你會不斷想著它 你會不斷想著它 你會遵守 你會覺得引以為榮 你會覺得我所喜愛的東西 我會感到什麼? 很引以為榮 我不會怕告訴別人 我喜愛的是什麼 對吧? 我想說 有沒有人養狗? 家裡有沒有人養狗? 有 我哥哥家裡有養狗 我發現我哥哥的狗很喜歡吃東西 但你有沒有試過 如果一隻狗正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走過去搶牠的東西 你會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試過? 千萬不要這樣告訴你 牠咬你一口也行 牠喜歡什麼? 牠所喜愛的東西 對吧? 人都一樣 牠所喜愛的東西 例如家裡的人 很重要 做什麼我都會幫他們 我不會被人拿走 而這個喜愛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你擁有 而你會守護著 你會因為引以為榮 他引以為榮喜愛的是什麼? 耶和華的律法 耶和華就是創造千地萬物的神 都是創造你和我的神 而不是給我們一個律法 一個華語 一個指標 人生生命的指標 一個導航 就是導航帶著你 現在駕駛的時候 都不用看什麼 不用拿地圖出來看 以前人們駕駛拿地圖看 有些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做地圖 現在很方便 一上車第一件事就是把電話 放在前面 把地址按下來了 然後怎樣? 然後按GPS 導航教你怎麼走 就算你不跟著導航走 你走到另一條路 導航也會什麼? 繞著你 去那裡 你怎麼繞著 都會教你怎麼回頭 神的律法 人生裡面 你走很多路 走很多路 但是到最後 神的律法都帶領著你什麼? 去到神的面前 跟神的關係 他帶領你跟神的關係 去認識神 他說喜愛 第一件事是什麼? 你心裡面覺得神的話語重要 喜愛去聽神的話 去明白神的話 思想上面 得到神的話語的造就 這就是喜愛 不僅是喜愛這麼簡單 他說什麼? 就夜是什麼? 思想 就夜思想就是什麼? 將神的話語去讀 去明白 信耶穌不僅是信 信也要讀神的話語 也要去明白神的話語 也要就夜什麼?思想 神的話語在你心中是很重要的 你們都是去活出神的話 神的教導 聽到嗎? 剛才第一節說三件事不要做 三件事是什麼? 不要從惡人的思想 第二就是沒有跟隨罪人的行為 第三就是最後沒有跟隨那些人一起 去機笑 去跟神敵對 去說一些奏罵神的話 但是這裡說什麼? 喜愛耶和華律法 就夜思想 這人變為什麼? 有福 這裡說到什麼? 思想上面 有著神的話語 神的教導 然後你就開始什麼? 行為上面也有什麼? 走著什麼? 一個與神有關係的生命 行為 最後什麼? 你不是機笑 不是咒作神 因為這個行為會帶領著什麼? 我們讚美神 為什麼我們回來教會讚美神?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有福人 我們回來教會什麼? 我們口裡不是咒罵神的 我們口裡是什麼? 去清謝讚美神 Amen 這就是有福的人 他說什麼? 這人變為有福 有福 有福 是什麼意思? 有福不是有房子 有財富 有健康生命 那些叫做有福 這裡有福的意思是什麼? 是神所喜悅的人 當你知道神是喜悅你 神是與你同在 你與神有關係 這才是最重要 這才是有福 一開始我說什麼? 人是有選擇的 是不是? 你選擇 去與神敵對 你選擇生活一個沒有神的生命 還是你選擇做什麼? 一個有福的人 我再說一次 你選擇與神敵對 做一個惡人 做一個罪人 還是你選擇做一個有福的人 與神有關係 去明白神的事 我們再看下去 師篇第一章第三節 這裡說到什麼? 一個有福的人的生命是怎樣? 這是一個圖畫 一個圖畫 一個有福的人是圖畫 聖經裡面他就這麼說 大家一起讀好嗎? 他要盡一棵樹 災在溪水旁 按時後結果子 熱子也不孤乾 凡他所造的 盡都順利 這裡用了一個圖畫 形容一個有福的人 用了什麼? 用什麼? 一棵樹 這棵樹種在哪裡? 是溪水旁 一棵樹 溪水 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一棵樹沒有水 會怎樣? 會怎樣? 會死枯乾 如果你是一棵樹 這個講道話 如果你是一棵樹 你想種有水的地方 還是想種什麼? 沙漠沒有水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棵樹 幻想自己一棵樹 你想種在哪裡? 當然是溪水旁 誰想什麼? 孤乾 無人想 但是這裡講到什麼? 他形容就是說 一個有福的人 當他的思想 當他的行為 當他所作的事 都是什麼? 根基建立在哪裡? 剛才說的第一、第二節就是什麼? 根基建立在神的事上 神的話語上面 神的教導上的時候 他就好像一棵樹 種種一個溪水旁 一個源源不絕的水源 他使得什麼? 成長 健康的成長 有水 樹就會成長 就不會什麼? 他說什麼? 按時候結果子 一棵樹 一棵樹最重要是什麼? 葉子不膚乾 而生命中 一個有福的人的生命就是這樣 說到什麼? 結果子 葉子不膚乾 其實說到什麼? 一棵樹會經歷什麼? 四季 四季 每一季裡面都有不同的事經歷 是嗎? 每一季可能有乾旱 可能有風雨、暴雨 可能有炎夏 一個夏天很熱 可能有寒冬 可能經歷什麼? 晴天 或者經歷陰天 但是 一棵健康的樹 就算經歷這麼多上上落落的 風風雨雨的 晴天 晴天的 都是什麼? 都是押辣不倒 因為祂的生命 棵樹還在哪裡? 溪水 我們人的生命是一樣的 我們經歷什麼? 上上落落、風風雨雨 或者人生經歷很多事情 真的面對很多事情 但是什麼? 但是我們什麼? 還在我們的生命 在神的話語裡面 神的話語不只是教導 神的話語是有什麼? 有這個什麼? 應許 而有一個應許 我心裡很感恩 神的應許有一句 神與你我 什麼? 同在 如果你知道我 我知道我一至五的工作是什麼? 我是做醫療的軟木 我也是做醫療的軟木的時候 尤其是在去年 就是在這個疫情裡面 其實真的經歷了很多上上落落的事情 真的很多風雨 做一個醫療的軟木的時候 我要去探訪 其實我告訴你 當疫情開始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不需要去探訪 但是之後慢慢我就要出去探訪 但是那時候還未有疫情 還未控制得到 針也未出來可以打 其實每一次去探病人 每一次出去的時候 其實心裡都什麼? 都害怕的 你說坐在車上 下車之前 害怕嗎? 害怕的 因為入到過療養院裡面 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回到家裡 究竟我見不見我家人 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 每一次我在車上 下車之前 我都跟自己祈禱過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有一個很感恩的心 因為我知道什麼? 神,你與我同在 這個就是給我一個平安心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知道什麼? 一個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一個愛我的神 與我同在 我覺得我很有福 因為神與我同在 這個同在很重要 當你相信一個人的時候 當你相信一個神的時候 他有他的同在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告訴你一個故事 很多年前 我的侄子還是很小 我想他大概十歲左右 我們去玩 去影城的時候 我們就去玩鬼屋 有沒有人玩鬼屋? 那個鬼屋不是錯的 是要走的 就是走鬼屋 你有沒有玩過走鬼屋? 很害怕 那時候我的侄子跟著我 我帶頭 我懶惰 自己不怕 我侄子又牽著我的手 進去黑黑黑黑黑 然後人走出來嚇你 然後我侄子捉到我的手很緊 他也很害怕 但他捉到很緊 他一直向前走 其實我告訴你 我叫他不要害怕 但我心裡也很害怕 告訴你 他捉到我的手真的出汗 然後我一邊走一邊走 走到很害怕 然後到後面看到門口 就是出口了 嘩! 然後我們就衝出去 然後我兒子玩得很開心 但其實我想告訴你我也很害怕 但當他捉住我的手的時候 他給我一個感覺就是 他知道我跟他在一起 他不用怕 其實一樣 人生遇見很多風浪 遇見很多事有好有不好 但是當我們知道什麼 神捉住我們 我們也捉住神的手 知道祂與我們同在 這個應許就是聖經裡給我們的應許 當我們就夜思想 我們一段的 去將我們的生命裡面 建立在神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應許 對我生命很大的改變 也給我們這個什麼? 盼望 也知道什麼? 在這個疫情裡面 就算多麼困難也好 我知道什麼? 神與我同在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福的人 神與你同在? 我覺得很感恩 這就是一個很感恩的事情 我們再看 第四節的時候 這裡講到什麼? 講到惡人 惡人的圖畫 惡人的後果是怎樣? 我們一起讀好嗎? 惡人並不是這樣 乃仗看屁 被風吹散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 惡人哪暫立不住 罪人在異人的會中 也是如此 因為耶穌說 知道異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 卻別滅亡 聖經說得很直接 它說什麼? 惡人是怎樣? 剛才說的 有福的人是怎樣? 好像一棵樹 坐在溪水旁 但如果說到惡人又是怎樣? 知道什麼叫做看鼻 知道什麼叫做看鼻 應該讀看鼻 知道那個是什麼? 在鼻 在那裡 如果你知道鼻有一個衣在上面 是嗎? 就是包著 人們收割那些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人們打鼻? 打鼻的時候為什麼打鼻? 因為衣吹走 有些人打完鼻 就拿了那些鼻 然後放在桶裡 放另一桶在這裡 然後在上面 倒這些鼻下去 知道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些衣很薄 當你打完之後 當你倒下去 那些衣會跟著風 吹走 而收割的人就拿這些鼻 因為這些鼻有用 這些鼻有用 但是那些衣沒有用 所以它就讓它吹走 它在這裡形容的是什麼? 在神眼中 惡人 罪人 是什麼意思? 剛才我說過什麼叫惡人 什麼叫罪人 在神眼中 那些就是好像什麼? 那些衣一樣 那些看非 被風吹散 它說到什麼? 到最後什麼? 是有審判的 你相信 不相信也好 聖經裡面說得很清楚 神的話語說得很清楚 最後我們是有審判 這不是一個秘密 也不是一個傲秘 神也說得很清楚 你可以選擇什麼? 走惡人的道路 你也可以選擇什麼? 走異人的道路 有福的道路 人生是有選擇 是嗎? 有些選擇什麼? 剛才我說什麼? 短暫的 短暫的影響不是很大 有些選擇是長遠影響的 剛才我說了是嗎? 但是有一個選擇更加重要 就是對永恆上面有很大影響 而聖經裡面說的是這個永恆的選擇 你想走這個惡人的道路 還是走這個有福的二人的道路呢? 聖經裡面說得很清楚 有福的人就是什麼? 神所起願 神願你同在 惡人的道路就是離棄神 到最後什麼? 受審判 也會走去滅亡的道路 聖經裡面好像說得很悲 是嗎? 但是 最後我想跟大家讀一段經文 就是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我們一起讀一讀好嗎? 神愛世人 神自將他的獨身子刺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聽到剛才詩篇說的什麼? 神警告人 當一個罪人 當一個不認識神 一個生命裡面是背棄神的人 到最後是什麼? 詩篇裡面最後那一字是什麼? 用滅亡 是嗎? 但是看到這段經文最後那一字是什麼? 永生 聽到嗎? 神不是一個不愛我們的神 說得很清楚 神愛我們 愛這個世界 他不只是去聖經裡面警告我們 那個走如果背棄神的道路的結果 但他不是什麼? 不只是警告 而且給一個什麼? 解決的方法 我上班的時候很多時候看到很多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公司的同事 或者公司的老闆都會問一句 你看到這些問題 那你有沒有解決方法? 你只說個問題 沒有解決方法 沒有意思 聖經裡面我很感恩 聖經裡面不只是說問題 不只是警告 不只是警告我們 但是聖經裡面什麼? 神裡面 他的話語給我一些答案 一些答案 一個解決方法 我們是一個罪人 我一開始未信主 我也是一個罪人 因為我離開神 我不聽神的話 但是 神在聖經裡面給了一個什麼? 一個解決方法 一個可以走到神的面前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叫一切什麼? 信他的 他是誰? 主耶穌基督 剛才我不是說了什麼? 做好人是神所喜悅 是一個有福的人 聖經裡面沒有說過 但是聖經裡面說過什麼? 一個有福的人是什麼? 就是喜愛耶和華律法 就耶思想 還有什麼? 信他 就是主耶穌基督 信他什麼? 信他為我的罪而死 我們跟神分開了 相隔因為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自己說什麼? 我不需要神 我不需要聽祂說的 我只有我自己過一套 是嗎? 我相信自己 我不需要神 我們自己選擇了 什麼? 不聽神 其實選擇了 人是選擇的 是嗎? 沒有人逼你 你自己選擇 選擇了 我以前也選擇了 不相信神 跟神分開了 我做什麼? 其實做一個好人 什麼都不能夠到神裡面 但是神什麼? 祂不只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問題 但是祂給一個什麼? 方法怎麼回到祂身邊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主耶穌基督 降生在世上 祂是一個無罪的 因為主耶是神的兒子 祂為我們的罪 祂擔當我們的自私自大 但是我們竊逐神 我們不聽神 我們不需要神的那個罪 去釘上十字架 為我們的罪而死 耶穌釘上十字架的時候 就將神和人之間的關係 就有一個橋樑了 那我們就可以去到神的身邊 當我們相信 就是這麼簡單 當我們相信的 知道自己是離開神的 現在的原意是什麼? 我生命裡面的思想、行為 我一生人裡面 我們將我自己什麼? 我生命裡面 建立起神的華語 去聽神的說話 去走神的道路 我們相信 主耶穌的為我罪而死 我們能夠再一次去到神的身邊 你永遠做一個有福的人 可能現在還沒想到 但是當你睡在病床 在最後一刻你會開始想 我每個禮拜 每一天 我都坐在病床旁 和很多面對死亡的人聊天 有孤單的 有很多的 亦都問我究竟之後是怎樣的 雖然之前我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我做了這項 醫療裡面做了十年之後 我聽到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就想了 我生命裡面 我選擇 我選擇有神起我身裏 還是選擇沒有神在我身裏 現在我會告訴你 我會更加肯定告訴你 我選擇有神在我身裏 我選擇有神與我同在身裏 因為到我最後一刻的時候 我知道我去哪裏 我最後一刻的時候 我知道我會走到神的身邊 我知道我在神裏面有這個 神是喜悅我 我有這個榮耀在裏面 弟兄姊妹 朋友 到最後我都想問一問你們 你的選擇是什麼 你選擇 是不是你的人生的選擇 就是這麼短暫呢 你這個世上 人死就登滅 什麼都沒有 還是你相信有這個永恆在裏面 熱神是給你一個永恆的 一個祝福你的永恆 還是你選擇就一個惡人的道路 就一個滅亡的道路 這個是你的選擇 人生就是這樣 信了主的 我們不要說我只信主就可以了 我們什麼 聖經裡面說什麼 我們建立我們的根基在什麼 主的裡面 神的華語裡面 我們就好像一棵樹那樣 好像栽在溪水旁 我們要不斷成長 我們要健康 這個就是我對每一位的 信息的分享 也都是 告訴你 神愛你們 神愛每一位 我們就讀多一次這個經文 好嗎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身子刺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你願意有這個永生嗎 我們一起低頭討好嗎 天佛上帝我們 感謝你 感謝你 因為你是愛我們 感謝你 無論我們 過去的 犯錯 或者我們的 生命裡面 真是活出 沒有神的生命 不相信你 但是你都是愛我們 神愛 感謝你 因為你 聖經裡面說得很清楚 離棄你的人 就是滅亡的道路 相信你的人 就是有這個永生的道路 神愛我們願意走到你面前的時候 也是求主你 賜福給我們 使我們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因為我們知道你是喜悅我們 因為我們願意 他將我們的生命 建立在你的話語上面 神愛願你也是祝福 在座每一位 神愛願你對每一位說話 將我們的生命改變 使我們在生命裡面有喜樂 有平安 願我們也都是懂得的 我們人生的選擇裡面 也都是會思想 這個永恆的選擇 是什麼 願你的愛 願我們同在 願你祝福我們每一位 使我們能夠在你裡面成長 神愛感謝你 因為你聽報告 願你祝福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的朋友每一位 祝福今天願意接受主的每一個 弟兄姊妹 願你也祝福給你們每一位 我們感謝你 我們祈祷為主的心命結構 阿門 神祝福你們每一位 我們ely medo 我們是永恕 五一位 神奇 神奇 神奇